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由麦子学院推出的简易版QQ项目实战课程 经过上几节课的学习 我们已经把这个简易版QQ的主界面给它搭建好了 而且也从TOMCAT上面获取到网络数据 然后并且给它设置到LizView上面了 对吧 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我们就是从我们这个TOMCAT上面 然后获取到网络数据了 然后我们再从这个地方 然后给它解析了我们的JSON数据 把我们的JSON数据呢 给它转换成我们的对象 然后给它存入到我们的集合里面去 然后我们再从集合里面用Base的Data 然后从集合里面把数据给它取出来 然后一个一个的给它设置到我们的LizView上面了 是吧 然后今天我们要学习什么 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个东西叫做Purple Window 这个Purple Window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大家注意观察 当我们点击这个Batter按钮的时候 然后它就会弹出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有点类似于我们的Dialog 但是它和Dialog有比较大的区别 然后我把这个他们的区别呢 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好 大家看到了吧 它的区别呢是在于什么 这个Dialog呢 它的位置是固定的 而Purple Window它的位置是可以随意的 然后我们的Dialog它是一个非线程阻塞的 然后我们的Purple Window呢 它其实是一个线程阻塞的 然后这个东西我等一会儿会去证明它 它怎么样是一个阻塞的 好 我们就看完这个东西以后呢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这个Purple Window应该怎么写出来 首先啊 我们看它这个展示效果 这个展示效果是不是有点类似于我们的一个ListView啊 对吧 好 它既然是类似于ListView 那我们首先肯定会要会要有一个ListView的Channel布局 然后ListView里面呢 会有什么 会有一个Item 对吧 我们先不知道Purple Window怎么写 但是我们这个ListView肯定是可以写出来了 是吧 因为这个Purple Window呢 有点有点复杂 然后我这里呢 就提前把代码写好了 写好以后 然后我带着大家看一下 然后给大家讲解一下 好 我们先来到我们的MyQQ 我们还是了 规矩先从我们的布局文件来看吧 首先我们先来看我们的ListView 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ListView 然后我们这个ListView呢 就是给它指名一个ID 设置一个宽高 然后给它一个这个 这个是什么 我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一条小虚线 然后这个小虚线呢 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这个位置 我们这个地方 这条小虚线 好 然后这个属性是用来干嘛的 我先把这个属性删除掉 然后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就是当我们点击每一项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设置这个属性呢 然后我们点击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在这个位置 和在和在另外一个位置 它都会有一个什么 我们有一个框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给它这个点击了这个框 然后设置的一个背景颜色 等我们那个应用部署上去以后 大家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了 好 然后我们稍等一下 等那个应用部署 现在我们的应用已经部署上去了 对吧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好 大家注意观察 我们点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橘黄色的东西 然后就在它周围 然后显示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做的一个什么东西 所做的这个东西 我们把这个颜色和我们的背景颜色 给设置成一样的 然后这样就可以给用户一种非常好的感觉 要不然这样是看上去很挫的 对吧 好 我们还是先运行 然后等它自己去运行 然后我们接着下面的来讲解 我们看完List的View以后 我们是不是来看Item 这个Item就特别简单了 对吧 就是一个TextView 什么都没有 就一个设置它的宽和高 然后给它指定 它在居中显示 然后呢 给它设置一个字体大小 因为我们的这个点击了以后 不知道之前大家有观察到没有 当我们点击以后 它的颜色是发生改变了的 它本来是白颜色的 当我们点击点上去以后呢 它的颜色是绿颜色的 这个是我们用状态选择器来做的 然后就是在这里实现的 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大家注意观察 当我点击上去以后 是不是在我们删除这个按钮这里 然后就是白色的 然后但是当我点击这个复制这里的时候 它是绿颜色的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状态选择器 然后我们就进去看一下状态选择器怎么做的 这个状态选择器呢 然后就是一个Skirt 然后呢 给它设置一个可以点击 这个点击为Tru的时候 给它设置的是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设置的默认的颜色 对吧 好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状态选择器 然后这个呢 也是我们的Item 这个布局将完成以后 我们现在是不是来看我们的代码应该怎么写啊 好 我们就先来到我们的代码这一边 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做什么的 它竟然是用它的数据是在一个它是有数据的 对吧 这个地方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数据的获取数据的本地数据的方法 然后呢 我们是需要一个list view的对吧 我们获取数据是不是就可以用list 然后里面装一个map集合 然后就可以了 所以我这里定义了一个这个东西 好 然后它也有一个list view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pop window的这个类 然后我们首先先把它声明出来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我确定pop window item的数量 这个等我们讲到下面的代码的时候 我再带着大家看一下 我们是点击这个button按钮 然后再弹出这个pop window的对吧 所以我们肯定是要去把这个button按钮的点击事件给它做出来 当我们点击这个button按钮以后呢 我用了一个if else判断 这个issue的方法呢 是作用是什么 就是作用就是检测这个pop window是否显示的 如果它是显示的 好 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button按钮的时候 我就要让它关闭demise 如果是关闭状态呢 我就肯定是要让它显示的 对吧 然后它丢一个view对象进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丢一个view对象进去 这个view对象呢 我们就丢个button进去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完这个以后 我们首先还是从最简单的list的view来看 是吧 list的view要数据的 所以有一个init data数据 给它new一个arraylist的 然后arraylist是装的map 然后就new一个hashimap出来 然后给它put进去 每put一次 然后就add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map集合进去 然后就给它全部给它装到我们的list集合里面去了 这个就是复制 删除 修改 好 我们数据做完了 我们的pop window 大家注意看这里 我们的pop window在这里 是吧 我们还没有做初始化的 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init purple window来做初始化呀 对吧 好 然后我把这个初始化的方法就给它写到这里了 然后这个初始化呢 前面两句代码就特简单了 是吧 解析一个 用那个inflate的方法 解析一个xmail布局 我们把这个xmail布局呢 给它转化成一个view对象 是吧 这个view对象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解析的布局是哪个呢 我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解析的布局就是我们的这个listview的这个布局 然后我们把这个listview给它解析出来以后呢 然后我们通过findview by id 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listview了 得到这个listview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初始化了 我们就用它的构造方法 然后传一个view对象进去 我们就把这个listview给它传进去 然后就给它初始化了 然后这个方法 大家看到了吧 setforxable 然后这个方法是干嘛的 这个方法就是加在这个proporwindow中的listview 才可以接受的点击事件 好 然后呢 我们的listview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的数据准备好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adapter了 然后我这里就直接用那个nimiNableLate 然后就直接直接给它搞定了 我就set一个adapter 然后new一个simpleadapter出来 然后这个simpleadapter呢是前面的知识 然后我就带大家简单看一下 传一个context对吧 然后指定数据 然后给它布局 然后主件 然后直 然后这样就可以搞定了 搞定完成以后 我们的list的集合就已经算弄完了 对吧 这里是设置list的集合 设置list listadapter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呢 是做点击事件的 我们这个点击事件 点击事件 我一块讲了吧 顺着往下讲 这样方便一点 设置list 设置list well的 点击事件 然后这个就用set onitem clicklistener 好 然后 给它new一个onitem clicklistener 然后复写这些方法 复写完成以后 我用一个toast 给它打印出来 就像这样 我点击每一个东西的时候 它就可以给我打印出来 对吧 有个toast 好 然后这个地方已经完成以后呢 剩下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剩下的就是一个什么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这个popperwindow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一个问题 我们设置了list view的宽高 我们设置了item的宽高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设置popperwindow的宽高 对吧 这个popperwindow 是这个东西 list view的宽高有 item的宽高有 但是popperwindow的宽高怎么设置呢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方法 我们首先先要得 先要把这个list view 这个是list view的对象 对吧 我们要list view 用这个方法呢 我们来指定list view的一个宽高 这个宽高是多少 是我暂时是给它设置的一个强量 是为指定的 然后当我们指定popperwindow的时候 这里给它set 指定宽和高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到这个list view 用这个list view的宽和高来 大家还记得 这个地方最后呢 我给它成了一个强量 大家还记得最开始我们这个位置设置了一个强量 设置了一个item的宽高数 对吧 因为我们这里所得到的宽高呢 是只是一个item的 然后我们这里有几个 我们这里有三个 所以我这里给它设置了一个强量 然后给它乘以一个3 然后就可以显示这个三个这么宽的一个popperwindow了 好 然后我们给它设置一个宽高 然后我这边呢 我先把这两句 先把这句代码给它注释掉 然后我们再运行 运行一下 因为我要解 我要用这句代码来解释一下 我们的这个popperwindow是一个阻塞的 好 我们先来运行一下 它为什么是一个阻塞状态 你阻塞状态就是什么情况 就是我操作其他的没办法操作 对吧 所以我这里就带着大家先看一下 是不是它这个popperwindow到底是不是阻塞的状态 好 先等一下我们的正在部署 部署的有点慢啊 我们耐心一点 好 已经部署上去了 对吧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它这个popperwindow到底是不是一个阻塞 阻塞的东西 好 都还和原来一样 然后我们只是注释了这一行代码 大家注意观察 首先我们的这个颜色都没有了 这个颜色没有了 我们不去关心它 但是大家注意 发现到没有 我随便我鼠标使劲的点 点这个屏幕外的地方 我使劲的点 点了以后 它这个地方还是没有消失 我点这个button按钮 它还 这个popperwindow还是在挂载 就是说挂载在这里 它还是没有消失掉的 对吧 我随便怎么点 我点返回也是一样的 大家有观察到吧 也是一样的 它还是没有消失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阻塞的 阻塞式的 我们要怎么样让它不阻塞呢 我们就要给它设置一个背景图片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背景图片 然后就可以给它点击其他的 点击屏幕其他地方的时候 然后这个这个东西 这个popperwindow 它就会消失掉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我们在popperwindow的时候 而且这个popperwindow呢 设置背景颜色 它必须要在哪个位置设置 它必须要在代码里面设置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代码里面 加上这句代码 不能在 不能写到我们的chamel里面去的 这个 这个设置背景图片的颜色 好 我们先等着它部署 等它部署上去以后 我们再来验证 我们的那个是不是对的 好 现在已经部署上去了 对吧 我们现在点击 进入到主界面 然后当我们点击这个 把他按钮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和我们原来的一样 是吧 因为我们给它设置了背景颜色 当我随便点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点这个头像 我一点 它是不是这个popperwindow 就消失了 或者我 我一点击返回键 这个popperwindow 是不是也消失了 对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代码里面 加上这一句代码 加上给它设置图片的 这句代码 然后 今天的课程呢 我们就到这里 已经结束了 我们下一节课 我们是要讲什么课程 下一节课 我们就是要讲这个功能 当我们 向右滑动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 QQ的一个侧滑的效果 因为这个侧滑的效果特别复杂 我打算分成两集来讲 这个侧滑效果 等我们讲完侧滑效果以后 然后我们就是讲什么了 我们就是讲 怎么聊天 发消息了 这个就是我们最复杂的一个功能的实现了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